根據教育部統計 台灣有九成的學童鈣質 攝取不足 為了讓孩童了解牛奶的知識 與生產過程 國產乳品公司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特別舉辦我愛牛奶計劃 因為牛奶很好喝 裡面有豐富的鈣質 而且很營養 每天要攝取800到1200毫克 那800大概是 小朋友的低年級大概800 那麼小學的高年級 大概吃1000毫克 而牛奶呢 每一粒粒大概有一毫克 所以只要再喝一杯 大概就喝到250 喝兩杯就500了 那今天呢 基本上能夠滿足他的需要 由副市長 光泉公司董事長汪玲祥 致贈4800本的 我愛牛奶漫畫小百科 給桃園市副市長游建華 提供國小學童 作為班級讀物 另外還捐贈兩萬三千瓶牛乳 要給桃園和嘉義的 偏鄉國小學童 補充營養 牛奶是最重要的鈣質 而鈣對小朋友的成長 會很有幫助 然後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從基本的 像我們這次用的漫畫書 基本上是深入淺出 很簡單的 小朋友都可以懂的 贈送給我們桃園的 復興的學校 兩萬三千瓶的牛奶 讓學校來做應用 讓需要的小朋友 能夠喝到好的薄酒煮 在這邊我也代表 鄭文燦市長 謝謝光泉的美意 教小朋友在過程中 可以看到他們 對於棒球的熱愛 因為可能天鄉的資源 可能沒那麼足夠 那當然我們能給予的就是 小朋友對於棒球的熱愛 然後我也希望 把我的經驗傳授給他們 這項補助計畫 也邀請職棒富邦 漢將球員李宗賢合作代言 前往桃園復興區 啦啦山上的三光國小 跟十位小小棒球員拍攝 我愛牛奶公益即時影片 希望藉有喝牛奶 能讓孩子們更有活力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曹東華 採訪報導